幾乎半年了嗎? 半年了嗎? 之前半年了? 幾乎半年了? 就當我代產 你快太實驗了嗎? 什麼? 就當我代產 沒有啦,我因為其實 其實本來我前兩禮拜去台灣就應該要簽約 但是後來因為其實我前一陣子去紐約 那兩個月其實改變了很多想法 然後想了很多過去做夢的一些事情 包括演戲也好的唱歌 那其實現在會覺得如果還有空間的話 我想再重複這個樣的事情 所以後來我就飛了台灣那一趟 就跟要簽的公司說抱歉 因為其實他們的老闆都很大 然後都已經半局啊 什麼都已經簽局 但是我就想說我需要再 因為如果我馬上簽約 其實本來當時我去紐約之前答應好的 就是要往上發佈 但是我現在想要做他一些事情再想清楚 然後如果我想要再做下一個動作 不想再重複這個樣的事情 所以我希望自己這一塊可以 清楚之後呢 才去想要跟怎麼樣的一個 環境合作 或者怎麼樣去做事情 反正我希望大家能做什麼事情 大家有多久 大家有多久 反正應該至少明年見啦 應該今天就是 其實我現在反正就放假的 然後就放到年底 然後到明年這樣 因為今天這個真的就是一個 算是一個意外的 驚喜 然後 至少 我三次 就代產 我跟你講 等靜如生完我差不多 好像你要等人生完 事業生完你才做完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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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剛亂講了 在靜如就是好休息 然後 我覺得 因為其實很多人會 所以我很難去跟你們很確切的 解釋說 當年我想的是什麼 一些不是講一兩句可以講的事情 但是就是很 很希望自己就是 不想再重複做一樣的模式 我覺得其實 我剛剛做的能做什麼 那其實我想這樣做 我希望自己可以更 有在 我覺得那個 那個 我希望再找到一些 讓我自己更有動力的事情 所以 但是其實我沒有要說 退出啊 退休啊 或是 比如說剛剛有一個 有很多人問說 欸你現在都不在馬駕定居 其實這些 因為以前如果我休息 我當然不在馬駕 我整個人就在馬駕 但是我之後可能還會去 想想看 我下來再開下去什麼地方 所以你要去二郎 對 我現在會 也會有一趟 我之後下禮拜 我會跟世界展望會 去 募運期 因為我覺得 休息的時候 就想做這些事情 然後聽說那邊現在零下十幾度 然後會去 住他們一家 所以會是一個 這樣 艱苦的禮拜 但我覺得就是 趁這個時候 做一些這些事情 然後也去上大課 然後再查公主之後 我覺得再出來 會比較對自己 對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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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等一下 我看到апcents 總會兒 就去一個字幕 本月 是 期待